股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6号周六 上一次我们讲了股市低开的原因及应对 今天我们来看股市高开 相比低开,股市的高开最起码能让你有开心一刻 股市的高开有这几种情况 高开高走,这还跳空高开 这个高开低走,这个高开以后横盘 高开表明在集合金价的时候 排在前面的买方的报价高 股市高开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受到利好消息的刺激 从昨日收盘到今天开盘这段时间 股市有利好消息放出 受此影响,第二天集合竞价阶段买盘 明显增多,同时卖盘减少 导致股市高开 比如经常会有盘后发布财报 我们看3月9号 CRWD盘后发布财报 黄箭头这里 这是3月9号 我们看它的财报结果 它EPS跟Income都交易期增长了 然后它的前瞻呢 EPS也增长了 所以这些利好消息就导致第二天 股价高开10% 补充一点 当股市在低位的时候 如果总有一些消息面刺激 利好个股的出现 就是说一些个股率先大涨了 那预示着大盘也要见底了 因为大盘是个股的综合体现 再回到这里 第二点是受大盘影响 或者龙头股的影响而高开 比如3月16号 英伟达在这里跳空高开 那些箭头这里 那些一众芯片股半导体 像高通美光科技 都高开了 跳空高开 AMD骚弱 它也高开了 板块起展 第三是低位主力拉升 此时的高开 甚至是跳空高开 是看多的信号 第四个就是 高位主力拉高出货 主力通过高开的行为 使自己的股票一大早就进入 股市涨幅排行榜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小散户 和短线客进场 主力通过高开 这个最大的特征 来吸引市场的注意 来测试买盘的力量 为其后的拉升和出货 做好准备 股市高开注意事项 股市高开意味着多方力量比较强 个股短期内 上涨可期 但是高开也可能只是虚晃已强 在试盘中呢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综合判断 如果大盘指数和个股开得太高 经常会在半小时以内回落 我们看分时图就可以看到 如果高开又不回落 成交量还放大了 就是非常强势的表现 原来股价在上升初期 或者上升途中的高开 然后低走 是主力吸盘吸筹的行为 就是先高开拉升一波 然后再低开洗盘 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比如说在这里 就是洗盘了 这个圈圈里的 它先高开拉升两天 让你得到一点甜头啊 然后再开始砸盘 散户呢 一看要下跌了 赶紧卖 主力在这里就吸筹了 在这里又洗一次盘 然后在这里才开始拉升 散户一看卖飞了 又要去追 那么你再追 你就得要高价买了 所以在低位的时候 我们一般不要卖股票 要做差价 也不要在这里做 这利润太小了 微乎其微 我们要做波段 大波段的差价 在高位的高开呢 经常是优多行为 主力高开出逃 Tesla在这里的高开 就是优多 为了这一天出货 看这一天 1月4号的分时图 它有这么多 大量流出 这里这里这里 马斯克每次卖股票 好像都还公告一下 让大家赶紧跑路啊 关注着如果哪一天 特斯拉马斯克又公告了 赶紧也要卖掉 我们要对高开行为 做正确的判断 比如看是在低位 还是在高位 是不是在上升 或者下降通道 运用 运用CCI 布林 这些指标等等 切记 不可盲目追高 投资有风险 一定要谨慎 现在是个股分析 第一个Tesla Tesla今天 收在 1010 今天也是在 0.618这里 遇到阻力 上不去了 它现在出现了 量价被离 CCI也出现了 被离 如果下周 没有大量出现 它就可能 在这里 向下回调 支撑位 是0.5这里 950 我们看四方图 它今天收在 101 在这里 2月24号 低点 770 在这里 基本都在 点位上 如果它在 回调 可能点位 96 91 89 四方图 再往上走 从101往上走 106 所以 下周 Tesla的 走势区间 在 891 到1060 之间 它不能再高了 因为它的背离 必须要消失 它才能继续向上 伊隆 马斯克 每一次卖Tesla 股票的时候 都会在Twitter里 公告 这里呢 是华尔街日报 以前 它也披露过 2021年 12月 23日 马斯克 卖出 150亿美元 的Tesla 股票 关注这些媒体 如果下一次 马斯克再卖了 就得赶紧出 这点 马斯克 还不错啊 第二个是巴菲特的 波克希尔 币股 当大盘 跌的时候 它涨 大盘涨的时候 它还在涨 好像是 旧指导涨啊 不过 这世界上 也没有 滞涨不跌的股票 它 现在也出现了 量价被离 下周再没有量的话 它就会回调 我们看四方图 它在 2月24号 低点是 下影线的最低点 299 298 它在四方图 这个位置 它也在点位上啊 周五收在 358 它在这个位置 358 这 它不在点位上啊 它也许应该 再冲高一点 到361 甚至 371 这可能是 它的高点 如果 它下周回调呢 它的位置是 这里 352 343 甚至 334 这个推测 不一定正确 下周 看吧 看周线的 哇 它还会涨 是它的周线 它还不到 高9啊 那是6 但是它可能要 回调一下 再涨 就像 这里 去年 2021年 3月份 它回调了两周 它在去年 5月份的时候呢 从这里开始 它横盘 半年 横有多长 树有多高啊 它还没长到时候呢 这里还不是它的顶 第三个是 BTG B2 Gold Corporation 加拿大的 勘探 财矿公司 它包括有 金矿 等 贵金属 矿产 总部在 加拿大的 Vancouver 它在 世界多国 有勘探 财矿 有 在非洲 菲律宾 等国家 它每年的金矿 开采量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用 期货等运营模式 使自己的收益 比较稳定 它市值49个亿 中小市值吧 适应率 PE11 这只股的赚钱效应 一般中上 主要是避嫌 我们看开线图 在大盘 跌的时候 它上涨 大盘 现在涨了 它还在涨 看周线 它向上突破了 这条下降趋势线 它在2020年3月的时候 股价跌到了2块钱 半年之后 2020年8月 它就涨到了7块 翻了3倍 之后下跌 现在呢 它的十周均线 开始 陡峭向上 是买入的时机 看日开线 注意回调买入 设定止损 它现在 还能再涨两天 到高9吗 这种股 它的优点 就是它便宜 400多 你就能买100股 你要买 波克希尔 币股 只能买一股 如果是特斯拉 一股也买不住 当你就剩几百块钱的时候 买这个股 过几个月 收益50%到100% 甚至更多 那也不错 所以说以前 卖过的股票 要经常回去看看 也许它又出现机会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这只股 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请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